拿一顿火锅 考虑咱这个 都是非常专业的运动员 只有这个清当锅和番茄锅啊 辣椒不吃了 哎呀早知道给我 给我和猪来这个辣锅呀 曾经的专业运动锅是吧 今天组织的这个火锅局 来对下一赛段比赛进行 第四名连同教练一统淘汰 我想问一下邓罗安 为什么这个赛制要改成 就是说把一个队分成两个队呢 分成两队呢 这样一队一队的打呢 每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每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你要是一队13个人 肯定有人上不了场 对上不了场直接淘汰了 确实队球员不太有功夫 给每个人展示的机会呗 每个人展示一下 但是我也想就是说 提出另外一点 对于这个年龄稍微偏大的 这个队伍 让七个人去打24分钟 你在疲劳的这个状态上面 然后再继续打的话 很容易就是产生伤病的这个危险 那可不可以就是说 年龄最大的这个队呢 增加两个名额 龙哥我只能这么说 你被朱哥要进去的 这个规则他是给他自己定的 对于咱啥来说是毫无帮助可言 对 朱哥 我说句实话 你那队是我在我眼里是最强 我也这么觉得 你就不要再得了便宜再卖乖 我真觉得你那队比我其实强 真的挺多 打十几年训练的好几个 蔡晨 刚拿着王晶 对 我那几个多有经验 没法打跟他们 还要提要求 你想去打现在MV的总决赛去吧 我不想跟朱打 他们对队想了 那你想跟谁打 我只要不跟朱打 我跟谁打都行 行不行 那就是咱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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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想打呢就是 我轮第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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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那个队呢 就是 他有这个经验去挑什么样的队员 还有灌篮的拍摄的这个经验 那么我轮第呢 虽然就是挂的一个第一届的冠军总教练 是吧 对谢谢你 但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嘉宾的一个角色 没有 你是个混的 你就是全程带队影的 你就是个混的才是一个 我战胜了 我战胜了 我分别战胜了 好多 还战胜了 一届连同志 我的连哥 我告诉你这点太过分 主要教我这点太过分了 那我就打你一顿 朱哥 到时候你别数了 太小别了 我们的这个什么教练的这个对话里面 你也说了 你是第一季的这个冠军的总教练 节目里面我是这个后辈 我要多向你学习 我现在不想教你了 我不接受搜图 所以说你不要向我学习了 你扫遍而已吧 扫遍 周琪你最不想打谁 我最不想打烹哥你 为啥 整个队基本上都是打大学联赛的 也都非常了解 像我们这个可能有一半都是互相不认识 我最怕收到的就是烹哥 因为他不管是经验还是球员的整体实力来说 还是强于我们 王之鹏战队每一个位置都比较完整 王之导又是一个很讲究打战术的一个教练 所以可能略战上风一些 再加上上一季 鹏又是冠军 人家还有大上一季冠军呢 大上一季 中国不是说混的吗 大哥我上一季挑队营 有七个现在在CBA大球 是吗 受不了了 天天埋着我 不是艾伦我就真是受不了了 他怎么不把你当回事呢 是还混呢 王先生喜欢两分一两分 挺刺激 我先看一眼 看天了 怎么着谁先来 就不再来吧 一共四个 你要哪个 好 下一个 鹏哥 我当第一个吧 来 谁 龙哥 随便吧 轮下来 咱俩随便了 咱们先把它举到前头 让观众先给看一眼 来 准备啊 一 二 三 六 谁要谁要看一下 大家烦吧 我二 你二 我二 我也二 老回老猪打 谁啊 太老了 谁啊 你废了猪哥 我今天就上一课给你 哎呦 我最不想让鹏哥打 玩我抽到鹏哥了 我跟你说我在上海开军发不贵 鹏哥 发誓银过来告诉要干我 没有 我说你干我 我干平了 你干我 我还干你的 鹏哥你理解错了 这球队球队不是要站起来啊 我冥冥当中真的觉得就是 能够跟周琪打 胜算多的 七八成吧 我太难了 最不想抽到的人被我抽到 那既然抽到了就 正面去面对 全力以赴去 准备 对鹏哥这场比赛 可以先去通知球员 他们都在等着 哎不是 哈哈 我不想告我出了这个小子 我告诉你 乐什么乐呀 有你哭的时候 他们这个老说什么 啊 让我们教练员 赛前放放狠话跟对方 我从来没说过 今天我看到诸葛这个 厚压无始的笑容 我今天就跟你放狠话 有你哭的时候 我笑的原因是 命运就会是这么的凑巧 希望你们全力以赴 不要让我赢得太轻松 咒它已经 把那个大白菜糊在脸上 咱不上吃卧卧了吗 嗯 当时就想着 我们突然争口气吧 赢它没几 我们那边抽完签了 打周旗他们 他们的中复还没有我们后卫搞 是生存很大的 我们相对来说内线要强一点 打他们还是有些信心呢 这个信心有多大度啊 明显就百分之百 我们明天跟郭艾伦打 郭艾伦他们 都是年轻松的 打他们应该没什么大分比 路总在就是赛前 安排的就已经是很很全面了 这场比赛 拿下应该没问题 作为我自己来说 我跟谁打都无所谓 我们最后要拿冠军的嘛 我们必须要先把第一场比赛拿下 我们一起加油吧 加油 三分我最为 咱们猪能不能打 我们对朱方宇那个队打的话 心里感觉还是挺有压力的 毕竟他们队的那个阵容深度实在太强了 我们都是大学生球员 而对方有已经在职业联赛里边 拿到过总冠军的球员 也有在中国这个篮球圈非常有名的几个前辈 肯定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抽到了我最不想抽到的人 王世鹏 没有想过打王世鹏 阵容有点对不上号 就是觉得 尤其在身高方面有点对不上 他们的经验 和他们的内外线球员的搭配上 综合实力都是比较好的 抽完前以后 输哥就一直在笑 就笑你们 他瞧不起你们 你知道吗 他太瞧不起你们了 太嚣张了 没有我们这是年轻嘛 我们这里 你们必须 让他的笑声收回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对 有信心吗 有 有 有 大点声 有 干不干 干 不管你们打谁 不是说某一组就一定比谁谁弱 希望你们不要用心态 加油 加油 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跟任何球队交战嘛 我们不会惧怕任何强者 大热必死 像我们这种不对看好的情况下 他容易爆发出自己精神的潜力 用胜利去打他们的脸 相信我的队员们会全力一步 就往全力去拼就完了 本节目由科学配比闪电补给的加德勒赞助播出